要推出所谓的奢侈税来打房 是不是已经奏效了呢 像是知名的豪宅地宝 现在出现了所谓的下杀价 有屋主求售一口气就降价了1200万 另外像是知名的房屋销售网站 也出现了豪宅降价来出售 原本开价5500万的豪宅 最后下杀到了3150万 房众也说2283天的廉价 看房的人潮至少少了两到三成 虽然说有43%的民众 不相信房价会下跌 但是呢学者还是建议您想买房的话 到下半年的第四季 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场时机